继续关注专精特新制造强国系列节目 2022年我国显示面板出货面积占全球近七成 追光路上有人将屏幕越做越大 也有人追求屏幕越做越小 常见的VR眼镜 电子架签 智能手表等等都离不开 持续做小做薄的微显视频 今天就让我们认识一位微显示面板界的 专精特新高人安乐平 安乐平是苏州一家微显示面板 生产企业的研发主管 它主导研发的微显视频 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那就是身材越来越迷你 我这层的地方还几个 两点二三寸的话 效果还是可以的 但它有一个问题 但新的问题可能就是 亮点一个改善措施 对我们供应能力还是比较有挑战的 仅有小拇指一半大小 最新款的硅基OLED显示屏 研发过程困难重重 但市场无法等待 新一代微显视频实现量产的时间表 被卡在了今年年底 现在我们的产品 大多是用于VAR产品 越小更有优势 佩戴起来就是越轻便 工作十几年来 安乐平一直在越做越小 这条路上不断突破 这个是18年的 到我们23年的 大家可以看就是我从0.69寸 现在能做到最小 就是0.23寸 它目前只有我小子一半的来的 尺寸越来越小 香树反而是高了 目前我这一款的话 是做到了千分之一毫米的 香树点的那个间距 也是目前行业内比较领先的 但显示屏越小 想要清晰饱满的呈现画面 其实越不容易 一个产品出来 我们有时候可能要做 十几二十次的一个优化的过程 第十三次端起这盘 刚出炉的新鲜样品 安乐平紧张又兴奋 这次打烊能否成功 年底量产能否实现 结果牵动很多人的心 本期专精特薪高人 十余仔沉浸微观影像世界 追寻每一颗像素点的最佳呈现 方寸屏万千项 全屏实力点亮新的世界